发改委 必须坚持限电不拉闸 全力增产增工煤炭 9月29日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同志 就京东明春能源保工工作达记者问 国家发改委强调 要科学制定实施有序用电方案 必须坚持限电不拉闸 坚决避免压陷居民用能的情况发生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增产增工煤炭 让电力价格合理反映电力供需和成本变化 推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和通质保全覆盖 全面签订年度和供暖季供气合同 及早锁定资源 在确保民生 农业 公益性领域用能价格稳定的情况下 严格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能源企业生产预行成本